這個部會有600名的戶員 他用的總共的經費 預算是217億的預算 同意的部分是25% 不同意的部分達46% 光人事費的部分達約3.7億 同意的部分18% 不同意的部分51% 我們是不是對這個 個資外洩的問題 已經有明顯的改善 同意的部分16% 不同意的部分66% 台灣的詐騙事件 是不是已經有所改善 同意的部分17% 不同意的部分73% 養內堆人真的是在促進搶滅人嗎 其實我一直認為 最怕的詐騙集團是民進黨政府 你也不知道小英迪一直越來越長 一開始的時候開辦費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相對於其他的相關的 剛才是用內政部還是警政署 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可能包括人事費也好 包括他的所謂的三千萬的也好 大概老百姓比較不會計較 只要用在刀口 當然在用在什麼樣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經費 然後接著是人事的這個部分 人事會比較令人擔心 也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公家機構都應該有一定的 這樣子的考用的方式 但是民進黨上來以後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你政務官大概有用的 這些所謂的機要有限 即使你在擴大 再多一倍也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比較尷尬的部會首長 他會交出你一些缺帳 他不用上班的 你知道中部辦公室 南部辦公室 東部大概也有那種比較尷尬的 那你知道有良心的那種的 負責人事的主管 你也知道 現在那個就是你們的同事 信思的 我們那個白白的 你知道他是最大的 所以那些通常負責人事的那些 你說我等一下要跟你們的老師吃飯 你知道嗎 沒有良心的會怕 有良心的會趕快退 你知道其實都是不對的 那有一陣子不是在講說 要把機要用多久就要變短 這個都是不對的 好不好 OK 也就是說 我們那個人事 你知道這幾年 我們也知道 因為有人事的這樣的壓力裡面 我們用了很多 你知道 這個正式的碼 然後約聘的嘛 然後呢 還有這種所謂的 你知道 九二一地震正在海 對不對 然後以前還有那個所謂的 我們當兵的那種替代役的嘛 OK 還有一種是派部人員 你知道 養在計畫裡面 你大概知道吧 計畫裡面 這個 你知道 有些更過分的時候 這筆是 藏在你這裡的 人事是放在部會裡 所以我不曉得 你知道 然後接著就是說 那這些如果是這個樣子 你當然可以講說 因為這些 這些是頂尖的人 但是頂尖還是有考試啊 我們的最頂尖的應該就是 醫生嘛 醫生也要考試啊 對不對 要有一個這樣子的啊 你又不是說他老媽在當立委 然後當婆婆 回來就要改立 你知道嗎 這是不行的 OK 反正他也出事了 我也不怕他 對不對 他血倫也無問題 OK 好不好 所以我意思說這個人事的部分 我覺得 你知道我相當有意見好嗎 國家執政 怎樣呢 就是政權轉移 都沒關係 但是不要破壞我們的 這樣子的 那你可以講說 因為那些都是年輕人 這是不對的 好嗎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是要譴責 所以只要那些都是一些朋友 你看美國回來 一定都認識 OK 好的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整體的來講的話 就是說 他到底是做哪些事 那目前為止 好像我們的受訪者 也對於我們唐鳳 時常出訪嘛 對不對 然後視訊也好啊 你也知道我們在外交部 也不能幹什麼 反正外交部就是幫我們的候選人 或部會首長 在外面去爭取那個報紙 或者是視訊 然後呢 英文念得很標準 搞不好你也知道 其實他們那邊 民進黨人搞不清狀況 包括賴沈 你知道英文不是國際化 我騙你啊 你跟日本人講英文 他們會很怕你知道嗎 會很自卑啊 那歐洲裡面基本上 聽到英文就很鼓勵 那樣 這就是YT的節目嘛 不是NCC管的 OK 你知道你講英文會 人家很不... 即使我去加拿大 他們那個邀請我去開會 他們那個 他們的外交交易都放在一起 你知道 其實他們 他們還有講法語的 就給課啊 你講英文臭屁什麼 你英文講得越標準的話 就是越內化 越被殖民心態 不過怎麼這樣講 然後他們唸 如果是唸稿子 又怎麼樣呢 OK 那也不過就是 好像差不多國中的 或高中的英文的演講比賽啊 再怎麼樣就是 再怎麼樣標準 就是不道地嘛 我們隨便找一個ABC或ABT 來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這AI 已經用AI去做視訊就可以了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好 所以我不太曉得 他出國 對他算了啦 反正他大概怎麼做 好 好 我現在來講說 大概我們可以做 我們期待的工作大概是四個吧 第一個就是產業嘛 這個產業 到底他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 那些養內堆人 真的是在處境搶劣的嗎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數位落差啦 真的數位落差是很嚴重的 我不曉得大家 因為我在以前在東華嘛 你可以知道部落或鄉下等等 這個是完全是不一樣的啦 可能對我們在都會區裡面 都有平反了 幹什麼的 因為我們從小節開始 你知道回家都在查電腦對不對 那如果爸爸媽媽 他比如說在 比如說 做那個 我們飯店的 喜宴 你想我們 九點結束 十點 你知道 回家以後 你知道 你再怎麼做 那我曾經看過夜市的小孩 他們怎麼樣呢 就是在那個 郵局提款區的外面 在那邊做功課 我不曉得我們這塊數位落差 因為我當時在當院長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我希望能改善 但是我們的 你知道我們的長官認為說 大家都懂 你不能看到那個都會區的 OK 數位落差到底是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不知道 接著就是說 我們進一步 退而求 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詐騙這個部分到底是做到什麼 我坦白講 接下來呢 更有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 其實我不敢說 其實我一直認為最怕的詐騙集團是民進黨政府 答應的 你知道小英鼻子越來越長 你不覺得嗎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詐騙的那個部分 他到底處理的多少 或是資訊的部分 流失 你知道不講詐騙 就是流失 那些東西 內政策的流失 那些東西 我其實一直想說 我們立委有沒有辦法監督 我看是很難的啦 因為國民黨比較客氣啦 信書你知道嗎 講不好聽就說 穩良恭儉讓 你看到鄭立文 被蘇貞昌這樣 罵得怎麼打小孩的一樣 然後洪孟凱說 你媽媽 我現在做禮物 不是我媽媽在做禮物 她說X 對不對啊 OK 哪有人是要藐視國會的 那你要辦一個調查委員會 就不讓你辦嘛 就是說 強烈懷疑 養了這些人 有多少是網軍 好不好 其實不是只有數位部 我知道的各個部會 你看到門 包括媒體 我就不要點了好不好 因為點會害到我的朋友 好不好 公家的媒體 好不好 他們那個門關起來的裡面 你看過去 阿頭的 那就是網軍 20個 30個 40個 50個 好嗎 我們對他們有用嗎 他們就是在服務民進黨 然後用國家的錢 OK 然後公然設立一個部 就是東廠 西廠 那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什麼 數位部 我認為是西廠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你不太快 發展最好 你不太快 約我 不不太快 我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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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擁有